欢迎时间 彭匹度艺术中心 他的全称是乔治彭匹度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决定创建这个中心的是法国前总统乔治彭匹度 他说他希望在巴黎建立一个文化中心 它既是一座博物馆 同时又是一个艺术创作中心 这个建筑在1977年竣工 建筑师是皮亚诺和罗杰斯 他们的设计是大胆而前卫的 我们一般都把管道隐藏在建筑里面 而他们却把这些管道毫无遮拦地呈现了出来 甚至还用不同的颜色标明了不同管道的用途 用皮亚诺和罗杰斯的话来说 中心不是一座纪念馆 而是一个节日生会 一个都市大玩具 下一集就让我们走进蓬佩度艺术中心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感谢观看